说起人口老化这个趋势已经无法挡了 而台湾将会在2025年迈入超高龄社会 每五位当中就会有一位长者了 工部门像是加快要布建长期照护的服务 而民间也新建全台首创 一养合一的亚洲健康智慧园区 而这场健康乐活新养生模式的交流会 就请到了各界的专业人士来聚焦开讲 经典歌谣四季红 湖畔边优美乐声诗情话语 让台下饮法族听得陶醉 国发会推估台湾将在2025年迈入超高龄社会 由联合报系主办首场户外的健康乐活 新养生模式交流会选在宝山厢开讲 健康老化成为首邀课题 它能够健康老化 所以在提前预防延缓失能失质 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服务措施 就要能够布建在我们的社区周遭 让长辈能够就近 能够使用到这些服务 那能够降低它掉到衰弱 掉到失能这样的一个样态 北欧的这个幸福的这个所谓的高龄者 他们大概卧床时间大概两个礼拜 那台湾卧床平均七年 我想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一个时间 七年跟两个礼拜的卧床是完全不一样 它浪费了六年多的生命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做到活药老化 幸福老化 健康老化 台湾已经进入三明治时代 老化 少子化 高龄越来越多 如何延缓失质失能刻不容缓 卫福部积极布建 长期照护资源 民间也跟进易住 台湾访屋集团就赤字60亿 在关西新建全台首创一氧合一的 亚洲健康智慧园区 那么健康智慧园区呢 那么它能够涵盖了各种精彩的生活 包含了医学 包含了餐饮 包含了温泉 那么包含了一些各种娱乐的安排 我觉得这是一个面临的时代 但是也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我们乐观其成 面对超高龄社会来临 我们希望长辈能够在地安老 那可以在健康有尊严下能够来中老 园区养生 温泉 餐饮 医学和护理五合一 有胜长辈能活力老化 这场交流会也吸引来自北中南 关心健康的民众踊跃参与 作物虚席 饮法族如何吃得健康 每天一碗深色和白色蔬菜外 蛋白质一定要吃够 蛋白质一定要吃够 因为我们知道蛋白质没有吃够的话 你的这个有一个检查 ALB没有达到4.0以上 其实非常容易感染 那老人如果一感染 其实这个复原时间会更长 而且卧床之后 肌肉骨骼都会流失 所以一定要小心 就是你的白蛋白要足够 一周吃两次鱼 更能预防失智和心血管疾病 饮食均衡不偏食外 要活就要动 动越多 身体机能越好 活动活动 要活就要动 当你身体动得越多 那身体机能越好 心肺功能越强健的时候 你能做到的事情就越多 而且慢性疾病所需要使用的 药物就更少 另外我们说活动 对于认知功能的退化也有帮助 吸收到最新的养生健康新知 民众都说祸益良多不需此行 台湾影像超高龄社会 从工部门到民间都预先准备 超前部署 要让银法长者有幸福感的健康老花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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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